公益基本上全部都在论坛里面 所以那个论坛第一次到第七次全部都在这边 另外的话,因为这边有四个要审查 看一下是不是有没有我们班上同学?如果有的话,再跟我讲一下,像后面我不知道是不是 有没有我们班上同学的 有没有?没有 如果有,再跟我讲一下,因为我不确定的,我就没有把它加进来 理论上,如果你有加进来的话,你应该会看到,每一次我会 只要有贴到论坛,他应该会转信到各位的信项 你们也会收到,这边有个完整影音部分 那这边你可以针对上个礼拜,每一次上课基本上都有 方法就是说上个礼拜我们是乐透彩中党机遇统计,然后呢还有就是 从网路上去下载相关的资料,那当然我建议每次上课回去还是要做练习 像上个礼拜那个,一键完成下载那个什么,所有大乐透资料 那网路上大乐透有50页,如果说你要一页一页自动 自动帮我下载的话,那上个礼拜我们讲过 第一个步骤是 先录制聚集 这个录制聚集里面基本上就是 只是把那个第1页下载下来 然后再加一个回圈 其实基本上回圈就可以自动帮我把 那个页数 1变成 For i 等于1到50 那再来的话呢,判断说最下面一列在哪里 所以基本上我按下这个按钮 它会 不断不断,下方会一直闪烁 那实际上就是一直全部呢 就帮我把50页呢,全部 在短的时间里面全部都下载下来,那你会发现,Ctrl向下 这边的话呢1476笔资料 瞬间就全部完,里面包含特别号,加6个号码 那基本上做法,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提过,第1个当然你就录制聚集 所以录制下来的话,其实中间这一段WIS到WIS这一段,这一段的话是 我们录制下来的 那我们加什么呢?加一个回圈 因为呢,这边里面有一个I,就是 这个地方可以把它改成I,原来是1啦 那如果说你将来希望,把它 换下一页 它就会把数字变更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 在这边加一个For i 等于1到50 然后把这个数字呢,改为I就可以了 那它就会像去抓,自动抓下来 那再来就是,我应该放在哪一个储存格的位置 预设的话,当然如果是第1次 也就是这个储存格里面完全是空的情况下 那我是从A,E,有没有开始 E把它加过来 这个R 反之的话呢,就是向下追踪 最下一列 再把它加1 意思就是说,帮我加到下面 所以它会下载之后 往下放 OK 那再来,当然后面我们还有讲到就是 删除列啦,因为下载的时候呢 每一页上面都有栏 栏位名称 所以我要把它删掉 再来呢,做资料剖析 为什么要把资料剖析呢? 因为它下来的资料呢,基本上 1到6 会放在 同一个储存格,所以我把那个 资料呢,把它剖析之后,放到1到6里面 最后呢,再做什么,栏宽自动调整 其实就用Column实物件 里面有一个叫什么,AutoFits的一个 AutoFits的一个方法 那你直接打一个AutoFits,它也会出现 AutoFits 意思就是栏宽自动调整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你懂得 把什么呢 其实这里重点基本上就可以分成 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录制 所以录制下来的就这一段 Wish到Wish 这个基本上以后 下一次基本上你也不用录了,因为 在录的结果都一样 差别只是说这个网址 UIL这个地方 它会变更 所以以后 如果你要去下载别的网站的东西 其实只要把这个改了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Bestination 这边改一下 就是放在你的这个 工作表里面的第几个 位置 那其他都一样 基本上这个你可以拿来当范本 以后的话 拿这个来改就可以 那 其他的话就是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判断 还有删除列这些 那这上个礼拜我们都有讲到 所以有些细节 假如你已经遗忘的话 上个礼拜的影片 都还在云端上 所以你回去的话 建议 如果你都忘了 其实我发现这东西忘得很快 记得很慢,忘得很快 因为你要把它记起来 好像奇怪怎么 似曾相似 但是一下子就忘记了 好像感觉 上很久了 其实没有了 好,那回去的话 如果这部分有问题的话 可以 再稍微看一下 那今天的话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再看那个 有关检视与参照的部分 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v多函数 不过其实很多地方 不是只有 用v多函数 一个方法 有很多地方其实呢 也许用v多函数 还没办法做出来的 那你可能需要用到 其他的函数 包含什么呢 包含就是说像 请各位待会开启哪一个呢 检视与参照 那这边的话 第一个也许各位可以看到 开启来之后的话 lookup 这一个 那我们大概分成两边来看 一个是左边 其实左边的 这个部分 它其实就有点像资料库里面的资料表 它其实有点像 我们把资料库的东西 搬到Excel里面 放到这边 因为资料库的结构一定是 资料库里面有资料表 资料表里面有栏位 那你会发现这边的话 总共会有五个栏位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右边的部分是查询界面 所以理论上这两个可能有的时候会把它分开 不过因为我们为了上课 方便的关系把它放在左边右边 这样看比较清楚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希望输入某一个编号 假设是005 那我要可以怎么样 把它的其他资料 横向的 有没有 资料呢 帮我 带到这边来 变成纵向的 OK 最好是什么 带下来之后呢 做一个公式向下填满这东全部完成 最好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快速来做 大家如果 没有你可能有说要土法炼钢 那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理论上我们会用大概几个 插入函数里面 常用的一定是检释与参照 那其实检释 英文要view 其实应该叫做查询才对 意思就是查询 意思有点像什么 帮我把资料 这个资料里面的某部分 通常会查的是编号 或者其他栏位 的资料帮我带过来 里面常用的包含像什么 像index index还蛮常用 不过index 他有一个缺点 就是呢 他没有办法去帮你 查到你要的那个相关的位置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要查到相关位置的话 index 会配合一个函数 叫match 有没有 match的话呢 会帮你去 match到哪一列 然后呢 会把哪一列的那个资讯 再给index 因为index他需要三个资料 哪三个资料 一个是哪个范围 一个是哪一列 一个是哪一栏 通常栏我们会知道我要抓第几栏 比如我要抓第二栏 确定的 但是哪一列我不知道 那我可以配合match 可以去先找到 然后把match到的那一列 的结果放在这边 他就自动把资料抓过来 所以也许各位可以试试看 待会 练习的话 大概几个函数 大概就是luga index 或者indirect 这些啦 甚至是vira函数 那我们待会来看怎么样用利用这些函数的帮我们去查询 我们要的资料 并且把资料带过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可以把 刚刚的资料带过来 第1个当然我们可以利用那个 没切到 如果要查询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 内线 hlookup 我们暂时先不用vlookup函数 先用lookup函数 那这个函数的 使用方法第1个按确定 我们用预设的这个参数好了 他会跟我要三个资料 第1个资料是lookup value 意思就是你要查什么 这边注意 基本上 他这个引数里面 这两个是一组的 OK 那这个是一组 这个独立一组 我今天希望怎么样查查资料的话 那当然告诉他说 我要查这个 去哪边查 所以第2个这个跟这个是一组的 所以去哪边查 lookup vector指的是哪个范围 在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他会怎么样呢 005 然后帮你在这个阵列里面 12345 找到第5个位置 然后第5个位置 如果你要找 一样的位置 那我要找姓名 你可以把姓名告诉他 他一样会帮你把这个姓名里面第5个 的资料帮你带回来 所以他的逻辑大概是这样 就是 一样的位置 把那个另外一栏的资料帮你带过来 其实 等于是在这个范围里面找到相对应的位置按确定之后 那你会发 他刘宏钧就帮你带过来 那再来如果希望怎么样 把 总销量名次优水准全部带过来的话 那其实我可以怎么样 其实你会发现了 后面的做法 差别只有怎么样 我可以把这个公式复制好了有些复制可能比较快一些些 如果把再贴上的话 那你会发现如果你要总销量的话 其实只要把这个改一下 B3到B10的范围把它改一下 那这个C3到C10 那这边的话同样的道理 这边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 D3到D10 OK 打勾一下 那这边的话一样 那可是呢 其实还是有点不方便 你想说 那这个 如果说最好可以把向下填满一次就OK了 可是问题 因为它这个后面 基本上是一个 蓝的名称 一个蓝的名称 要把它向下填满 可能有问题 因为你要向下 除非是一个数字 就可以 把它做个变动 那所以 Lugab 优点就是说 他 要查询的 可以不一定是在 第1栏 你也许你要查第2栏第3栏 其实都可以 但是它的缺点是如果说你要向下填满 那这个 蓝你可能要重新选取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希望能够向下填满 恐怕你可能要换一下 我把这个工作表 再按 按扩扫键 把它拖拉一下 那请各位也许可以试一下 如果我今天换一个 一样可以查询 我刚刚讲了 其实 就是 检视与参照函数里面蛮多可以查的 也许第2个你可以试用 V诺函数看看 那如果用V诺函数 我一样要查什么 查 005 去哪边查 第2个一样 不过呢 刚刚那个 这个路口是去哪一栏查 那这个是去哪一个table table只是表格 实际上就是资料表的范围 那我把 不包含栏位名称的底下这个范围 选起来 那特别注意 因为 V诺函数呢 他会帮你去这个table查 而且 他会 只查第1栏 OK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将来要查了资料 他如果不放在第1栏的话 那V诺函数就无法 查询 因为之前有同学说老师那为什么不能查姓名 很简单嘛 因为姓名不在第1栏 所以特别重要这个是V诺函数的限制 很多同学不知道的话 就没办法 如果你真的要查姓名的话 又可能要怎么样 把姓名搬到第1栏就好了 不过当然好像这样不是好方法 如果你要查的资料不在第1栏 那也许你可以不要V诺函数 你可以用其他的 像index 配合什么 配合match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所以呢我们 再来的话 一样方法就是colum 这个是colum 值得是栏 index number 哪一栏的意思 那我查一定是查第1栏 那第3个问题 那你要带回来 是第几栏 那我要带姓名 所以姓名在这个范围里面的1 2 所以我输入2 那比对方式的话 这个 Range lookup lookup 指的是 那你要比是要怎么比 你要完全一模一样呢 输入0 false是一模一样 如果不一样 如果有 找不到的话 那他会出现 错误 如果你输入1的话 就会找接近的 True 那我们先试0好了 按个确定 那你会发现 也是要找到流氓军 那v2函数比lookup 我觉得方便一点的地方是说 我如果向下填满的话 其实你只要怎么样 把某个数字变更就好了 刚刚有一个colorindex 那我们刚刚抓的是2 指的是第2栏 那总销量在第3栏 所以2345 那也就是这个数字呢 如果我可以把它改成 2345自动向下填满的话 那我不就可以抓到其他栏吗 可是问题我要怎么样可以向下填满 刚好可以抓到其他栏呢 那这边的话可能你又要配合另外一个函数 也是在 减4与参照 不过我是把它称为叫参照函数 参照什么呢 参照你现在列号 Rule 有没有 这个概 在VBA里面也常用到类似的概念 哪一列吗 抓回来 那现在的话呢 你如果按个确定 我们reference 目前的储存格的话 你会发现 目前储存格因为在第4列 所以 它回来的只会去参照到它的列 是哪一列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向下填满的话 它会变4567 可是我要的数字是2345 所以怎么办呢 减掉2不就好了 打个勾 向下填满 那我可以 再把这个Rule 减2 放到哪里呢 放到我们 把这个2 取代掉 取代成什么 Rule减2不就好了 这个还蛮好用的 因为以后很多地方 如果你希望向下填满 它就会自动去 改变它的编号的话 它的蓝数的话 那你直接用Rule减2 打个勾 结果一样 可是你向下填满 但是向下填满 你可能要考虑几点 什么 这个位置 3要锁起来 所以前面加个钱 然后呢 A3到E10 一样要锁起来 所以理论上 其实只要锁列就好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把它那个列给锁起来就可以了 那列的话就是前面加个钱的符号 那这边打个勾 向下填满 那基本上呢 我们的结果就可以做出来了 OK你会发现 这个刘宏君 他会把这边的其他资料带过来 当然我如果今天输入什么004 他会帮我把张宏才 还有其他资料都带过来 而且应该不会错 但是呢如果我今天输入009 那009有吗 看一下没有 Enter 他会是什么 Not available 有没有如果你出现 紧开头的在Excel里面的意思就是说 他是错误的是Air Air的讯息在后面 那如果说呢你我刚特别强调就是说 主要差别是在这个 如果你今天是零 他就是找不到就告诉你没有 没有就是没有 他没有 商量的空间 但是如果你用E的话 他会什么 大约符合 E是什么 他会找接近的意思 所以你会向下填满 我把它改E 009 009有吗 没有 他会 大约符合 意思说 那如果你找不到了 那我找008给你好了 至少也会有冲个数 不过在这里好像不应该这样 所以这边应该是要用 0 用0会比较恰当 那什么时候会用E呢 就是你可能 刚好是找那个相对的范围的时候 相关范围的时候 哪个范围 带另外一个值的时候 那可能就用E会比较恰当 那这部分的话呢 我想各位先练习 两个函数 这个Lookup 跟VLookup 那再来呢 也许你可以再试试看 其他什么呢 在我刚刚有提过的就是 像什么index 这个可以玩玩看 如果不懂的话 没关系先看一下 相关的 那个 相关的说明 Indirect 大概这几 大概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大概就是这四个吧 常用的查询函数 Viru函数不能用的话 用这个 或这个 画面先还给你